我是台北记者谢维仪 今天要带您来赏味的是 浴槽铁板烧便当 将牛油不断淋到牛排上头 有了这层油脂的包覆 不仅能让表面口感酥脆 还能让肉汁紧紧锁在里头 有些客人感官会觉得说 怎么会一直在挪油 但其实在温度够的情况下 食材是不会吃油的 将煎好的牛排一刀切下 内层肉质呈现淡淡粉红色 这是铁板烧餐厅的外带商务便当 当然还不能忘了铁板炒饭 炒饭配料中的洋葱 红萝卜 还有香菇撒上一点点盐巴 将蔬食的甜味与香气瞬间带出 事先就先将白饭浸泡在 黄澄澄的蛋液里头 要让每粒米饭都吸附饱满蛋汁 饭我们覆盖在食蔬道 让它去吸收一些食蔬的甜味 师傅快手翻炒 让金黄色的米粒在铁板上不断翻腾 这是让口感加分的关键 是因为我们的蛋跟饭 它是和在一起的 对 那如果说你炒的 如果没有一直不断的翻炒的话 它没办法松开 而为了维持干贝的鲜甜口感 两面各放在铁板上头30秒 就得拿起来维持原油的水分与甜度 香煎纽约客牛排成本280元 小菜萝卜干大约3块钱 前菜沙拉和北海道干贝总共80元 料多丰富的铁板炒饭则是30块钱 成本加一加400元油炸 兼顾口感与健康 在煎牛排的这个熟度的过程中 我们会稍微在四五分左右 有些客人可能会在 就是我回到家 我可能在加热一下或干嘛 这样的熟度跟口感才不会做太大的便移 由于餐厅附近商办伶礼 因此特别准备只供外带的生物便增 让办公期间多了小确幸 一开始我们也是试试水温 所以慢慢从限量的10个 然后到现在可能 每天都会有2 30个便当的预定 想求食材新鲜 不加入过多调味的铁板烧便当 每尝下一口都能赶上